亲爱的基督旅家家人们,祖类平安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我们第一次通过网络来敬拜的日期是哪一天呢? 3月15号 我记得当天还是全美祷告日 不错 到今天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经过了一年的时光 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年 在人类历史上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 但是对你我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来讲 也是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夜 如果你问我这过去的一年 有什么重要影响的话 我就想起了好像是神当年 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 那种特殊的经历一样 可不是吗? 如果把时光倒退到一年之前 谁能够想象我们可以经历 这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疫情之年 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 特别记载当年约书亚吩咐过河的百姓 从约旦河当中取了12块的石头 立在鸡甲那个地方 背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第24节 他说这个历史纪念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感谢神对我们这一年的带领 祂是大有能力的神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历史纪念神带领我们的恩典 我们的信仰要变成故事 能够可以讲给我们的后人听 上两周我分别在国语部和粤语部 在正道的过程中 特别提到了神眷顾亚伯拉罕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他有故事 能够讲给他的后人和眷属去听 我们信仰有很多时候 不能够沉传给我们的孩子 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主同行的故事 说出来给我们的孩子听 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影响我们的家人 影响我们的社区很重要的原因 人家在我们身上 看不到可以讲出来的故事 讲出神带领你和你们全家 在这一年当中的恩典的故事 是我们历史纪念的重要步骤 感谢神 教会没有浪费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光 在实践网络宣教上 立下了福音五百分这样的石头 盼望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能够在复活节左右 说出你的家庭和你自己福音五分钟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主日 我们的顾问牧师 杨森士牧师 会分别在国语部和阅语部 跟我们正道历史纪念 我们儿童部会由谢人师母 继续他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 说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came 接下来的主日 基督六家教会再见 我们到时见 谢谢大家